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将狗开发进阶课程的第21次课 首先我们来看进阶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就是在将狗中 然后简单的集成这个七牛云 然后图片上传的一个功能 我们主要首先来阅读文档 然后看如何使用七牛云的图片的一个上传的功能 这个就是编程实现它 然后我们了解这个七牛云如何来上传 这个文件的一个方法 就是阅读它官方的提供的这个开发者的文档 我们打开这个网页 我们看一下这个python SDK的指南 首先我们就要安装七牛云的这个类伯 然后用pip install或者是ezy install去安装它 或者说你去远代码直接下载 然后去安装 然后呢就是开通这个开发者的账号 开发者的账号 我们比如说我的这个已经申请好了 然后呢查看要有这个assess key和secret key 就是这两个密室 然后呢同时要创建一个资源 就是这个对象存储 然后设计设置你的这个空间的名称 就是bucket的内幕之后我们会用到 然后呢就是进行处理化的对接 就是一个认证 认证之后这个就是上传的一个流程 然后要上传的空间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你设置自己设置的这个空间名称 然后呢我们这个有一个upflow的token 上传之后呢这个是在服务器端进行上传 但是一般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在这个前端去上传 然后当然呢我们就前端上传完之后 又会调用一个回调的这个url 就会直接去调用我们指定的这个url 我们就是这个地方 就需要上传一个回调的地址 包括回调里边需要这个青牛云 后台返给我们的这个数据一般 比如说fill name fill size 或者是返回k之类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来做 基本的流程就明白了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前端建立一个form 后呢method post Action就是它跳转的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是uttp就是青牛云的上传的地址 blood.青牛.com 然后呢这个inctype act from data ok 然后这个 验证 然后呢输入两个隐藏的这个input 内幕呢这个是k 然后type type type 就是这个没必要让这个前端去看到 value 可以 还有一个是input name 这个是token type 当然也是这个heiden value也是我们选给它的token 然后呢就是这个前端需要输入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就是这个前端需要输入的这个文件 fill type file 以后呢就是一个input type sub sub mate name upload 然后呢我们在这当然我们前提是input insta 七牛云的这个这个包了我们在七牛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地址就是新建一个文件就是专门存储这个ssk和token的包括你的bucket name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地址就是新建一个文件就是专门存储这个ssk和token的包括你的bucket name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地址就是新建一个文件就是专门存储这个ssk和token的 我本地呢就在这个七牛setting里面去存储了这些东西当然这个是私密的大家在里边存储那些字段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视图函数 upload 比如说要生成一个k 生成这个k 用这个uid 生成这个uid的时候呢要把它这里边的这个下滑线给切换掉 这个这个什么用呢就是在我们后面会用的然后先认证七牛.auth 后呢 setsk setk是在这个七牛setting里边这个是我们已经定义好了 后呢 这个secretk是在这个七牛setting的secretk里边 然后这样就认证认证完之后呢我们获得这个token token给上传上去 上传上去的时候呢 有这个七牛setting这个rk的name也是我们提前设置好的 然后呢这个k就是唯一的标识 然后还有一个等待的最长时间比如七百七千二百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参数的意思 bucket上传空间名k上传文件默认为空 就是我们上传的这个k的pairs就是过期的时间一秒 上传的策略就是policy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定一个这个policy 看一下 定义这个策略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回调的这个策略 回调是这样子的有两个返回值一个是return的url 一个是return body 这个是小写 比如说我们要让它返回到at7p 127.0.0.1-800就是我们本地 然后呢 upload the processor o up 然后呢 所以还有一个return body 就是让七牛云去返给我们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想让它返回这个name 就是上传的这个文件名 后呢 这个格式是固定的 fell name 比如说我们还要让它返回这个k ok 这样这个是个做好 可以 后呢 把这个policy给传进去 注意要设置这个返回的这个url 不然我们就没办法处理它 没办法拿到它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把这个反给return render request 然后这个index-atml-token 然后呢 ok 反给它之后呢 我们继续写这个处理函数 就是这个upload processor request request request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 其实这个它如果是 你就是上传操作失败的话 它会返回一个code跟error request 然后 然后还有这个error 如果这个的话我们就返回 把这个错误信息给返回回去 然后呢 retern 直接return一个response 否则的话我们把这个 它这个结果的一个字文块给取出来 request get 叫一个upload ret 然后呢 要解码decode ret 其牛 它又提供了一个解码url decode ret 然后注意呢 它这个decode rate 它是一个二定制 然后我们把它转换成字文串 decode str 等于decode ret 然后decode utf-8 然后把它解码成这个 字文串 解码成字文串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 它其实内部保存的是一个字典 然后再把它转化成这个字典 内存过decode str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k给取出来 ret dictionary get ok 后呢还有这个 name ret ret tionary get name 就ret 再去重新去定义一下 ok 和name 然后呢 再return ttp response ret ok 我们来设置这个url up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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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yougo upload 然后我们去硬性它 打开我们的网页去测试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们随便选一个remind.me 比如说bucket,我们去提交 我们就看到key是我们之前去设置的 然后上传的文件的名字就是remind.me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 一个是你的bucket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你的bucket的内容 是一个临时的值 比如说你是设设的一个错误的值 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aller 它其实就会报错 可以看一下 说你再去上传 它这个地方就会报错 比如说看它就会返回一个code error no such market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段代码的一个处理 就是要是注意处理它毁掉的错误 就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你上传是有可能失败的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如果成功的话 它就会返给我们指定的这些 这些值 然后这一课就比较简单 我们就是说看如何利用这个第三方的接口 完成一些基本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是学习了这个轻牛云 如何来上传文件 当然它还有如何来下载文件 这些还有图片处理的一些功能 大家下去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联系 这期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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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